所以我将今天聊天的题目改为耶伦的西别之旅 其实耶伦这个人很难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 观察耶伦我有三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 耶伦是咸水 咸水派经济学家 也就是说他是 如果我略过弗莱堡的人知道 就是虽然两百多年过去 但依旧是在整个的今日之全球的经济思想史脉络上 依旧是两只 一只就是德国历史学派 一只就是奥地利学派 它延伸到美国的学界 就是咸水和淡水 咸水的代表人物 其实是耶伦 意思是耶伦是德国历史学派 在美国延伸 它主要是在沿海 它和处于内地的奥地利学派 或者芝加哥学派 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所以耶伦的主张更倾向于左翼 或者是社会主义 这是他的底色 或者是耶伦的本色 他是一个经济学家 而且是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 他和他的先生都是咸水 都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传承 虽然他们是犹太人 这并不影响他们在经济学 或者是经济思想史上 处在的一种特殊的位置 或者实力场 当然他们也有着比较高的历史地位了 这是他的第一种身份 第二种身份是 耶伦是个爱国者 他还是热爱美国的 他在沃尔克之后 一直在为美国 或者是为美元服务 而且他已经拼尽了权力 自08年经济危机之后 耶伦呢 无论是在美联储的人上 还是美国财政部的人上 他都试图来做一些内部的和外部的改变 内部的改变 其实就是税改 我说了 今日之世界 貌似分散复杂 其实每个国家遇到的问题 都必须用同意的方法解决 这个解决方法 是两句话四个字 薛帆 军天 很遗憾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 作为一个左翼的经济学家 的耶伦 无论他处在政府上 政府或公职机关 哪一个位置上 我略微补充一下 耶伦和其他的美联储主席 和其他的财长不一样 他没有在私人金融机构 任职 或者是长期任职的经历 这是他与其他的 与沃尔克等人的巨大的差异 与沃尔克格林斯帆等人的巨大的差异 和区别 也是他可能想做一些事情 然而他终究无法完成 很遗憾 耶伦在任上积极推动的税改 以失败而告终 也就是说 耶伦 薛帆和军天 在他这一任上 他已经可以看到了 没机会了 而且他挽救美国经济的所有的努力 均以失败而告终 他唯一想做的事情 无论是在美联储任上 还是在财政部任上 就是内部的改革不行 那么就靠外部掠夺 来维续美国或美元的存活 在这一点上 他倾尽了权力 甚至 甚至 他的同行们 他的外国同行们 也给予了他 几乎倾尽权力的支持 然而 历史 并不会 巧合 虽然在2008年之后 特别是2009年到2019年间 我国 也几乎走 走了一遍 日本 85年到91年 这条扭曲的道路 有些人管他叫资产负债料衰退 屁话 哪有资产负债料衰退 是境外资本导致境内负债大规模扩张 从而导致严重的资产泡沫 资产泡沫被境外资本收割完成之后 出现的资产价格暴跌 资产泡沫破灭了 然而负债 依旧存在 形成的巨大的经济危机 请大家注意 2008年之后 我国成为了资本输入迅速增加的 或者是资本输入最大的国家 而且输的量是惊人的 可以看统计书记就知道了 而我国这个阶段出现了房地产的高潮 我一直建议所有的朋友们 同学们整理这段时间 我国现在还存活着的经济学家们 经济专家们 政府官员们的所有的言论 因为我国不允许天降组组的存在 我国不允许出现平成战败 需要说明的是 我国的幸运 相比于日本的幸运 原因三个方面 第一 我国是经历过革命建立起来的 伟大的国家 我国和日本是不一样的 日本是经历过 经历自身的改革 内部改革建立的国家 我国是革命建立的国家 革命建立的国家 虽然可能有一些 小的 行政的 经济的 垄断的势力出现 但尚未构成 日式的财阀 感谢教员和教员他们那一代人 他们不仅进行了土地革命 完成了中国历史的薛藩和军田 同时 他们还二次革命 又搞一次文革 再次薛藩和军田 以至于即便是2009年 有些人 我不能说我们一定存在一个天降组 有些人想再次通过资本输入 扩张负债 主要是扩张社会负债 一会我们讲经历学原理 然后通过资产泡沫 然后泡沫破灭 完成对中国的收割 甚至美国人希望在此过程中 完成对中国的肢解 或者是将中国的政治结构 进行毁灭性打击 然而他们可能无法想象 我们不是一个财阀统治的国家 这是最大的不同 其次第二条 我国国家资本占据主导地位 起了基础性的作用 这和日本的财阀体制并不一样 所以虽然2009年到2019年 境内外资本 对我国的境内外的金融资本 对我国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残酷的剥夺 但是这种剥夺 是有边际和局限性的 因为毕竟我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用数字来说吧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美国人从日本拿走了日本三年的GDP 而2009到2019年 他们从中国拿走了中国三分之一的一年的GDP 所以我们虽然也很伤啊 经济乏力出现 今天你看到的这种类似通缩的这种状况 但是尚未伤及金股 我为什么说 孤论不成立 就是中国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远远未达至1991年 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严重情况 我国并不具备发生大规模经济 我国并不具备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全体条件 所以杰伦无法再做下去 他只能来西别 他见的人非常有意思 你们懂得就都懂得了 第三个我要说的是 第一个感谢教员 他们的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所以我国没有财阀 或者是财阀势力尚未达到那样一个高度 所以不具备完成日式的平成战败的那些必要的条件 第二是 我国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 收割社会资本 只能通过房地产操作 而不能像日本那种全方位操作 毕竟是国有经济主导地位 第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教员们培育了中国一大批的民间的思考者 有些人把他们定义为中国的左翼 定义成什么不重要 因为这些人是站在中国的土地上 站在人民立场上 站在中华民族立场上 进行思考的思考者 思想者 也许他们不一定是思想家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 在互联网时代 他们引发了社会整体的思考 社会整体的思考 这点非常重要 今天 我如果再回到香港中央图图馆 调阅1985年到1991年的日本的媒体的所有的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 你会发现 虽然有一半很像09年到2019年那副主流媒体的德行 差不多 包括今天对美国债务的问题的看法 对美国经济的看法大体一致啊 甚至对资产负债表摔摔类类似于的政策建议大体一致啊 然而不同的是 不同的是 在这个十年之间 也有一种声音 不能响彻云霄 但它徐徐的传开 类似于关于超级地租的理论 类似于关于直接税的建议 类似于关于中国经济结构的思考 整个的这个过程 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保护 这种保护 这种思考 这种碰撞 形成了另外一种意义的保护 毕竟 毕竟 中国这个国家 整体上的老百姓 是热爱他们的祖国的 结论是 耶伦 向内部进行改革 不可能 薛方克军田 他没这个能力 向外部进行掠夺 只能吃一些小动物 我们注意到了 只能吃一些小动物 而不能击倒 他最想击倒的 这个一经落 天下宝的这种情况 在他院上 无法完成了 耶伦来之前 家和者 两个金属元素 我们进行管控 实际上是 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告诉 告诉 耶经济学家 我们 不打算 像1991年的日本那样了 好 对耶伦的评价就更多 现在我想说一下子 今天我们 讲这个课的一个 不是课 今天是聊天 不要搞成那么压力大 今天的聊天的一个 逻辑的基础 或者是一个 我们今天一个知识点 我们回到 马克思的资本论 因为我们讲了资本论和通论 这是我们的工具 今天为什么叫示范性教学 就是 我们用 我们学过的知识 来梳理一下 当今的 全球的经济状况 和我国的经济状况 这样我们一看 就非常清楚了 另外也方便 我们在工作中 处理工作上的事务 或者是在投资中 处理自己的投资 必须有逻辑基础 没有逻辑基础 不能直接给 我一再说 没有算法的看法 都是欺诈 因为 如果你看法是正确的 必然有逻辑 有计算 可以完善 你的那个看法 如果没有 就说明不能正 不能完成 正论的过程 那么 你那个东西 可能就是个迷信 好 我们从资本流转 来看一下子 美国 在1945年之后 他们遇到了什么 他们正在做什么 其实1945年 到一顿森林体系建立的 黄金美元 使美元成为国际通用货币 它就变成了国际信用 这个国际信用 为这个国际信用背书的 是全球资产 因为 每一天的外汇交易 高峰时期 高峰时期 95%以上 是美元 高峰时期 现在 今年 已经跌过90%了 商品交易 高峰时期 70%的商品交易 是美元 今天 在商品交易中的比例 美国已经低过 37%了 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现实 也就是说 美元的币值 从1945年之后 一直在向后倒退 而这个倒退的过程中 有一个关键的节点 就是1971年 1971年 美国由黄金货币 变成了石油货币 它完成了转身 完成转身之后 重新定义的美元 出现严重问题 美国开始陷入了 恶性通胀和经济危机之中 那时候 美国出现了两个 了不起的人物 一个是经济学家 他叫弗里德曼 一个是经济专家 他叫沃尔克 沃尔克 践行了弗里德曼的想法 他们内部的改革 很困难 薛帆军田 1971年做不到 那么他们开始向外收割 收割极为成功 其中日本和苏联 是他们完成的经典案例 当然香港是被英国完成了收割 收割的方法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资产负债脚衰退 重复一遍吧 美元资本 在汇价较低时期 大规模涌入一个市场 比如说 200日元 150日元开始涌入 然后 形成几何形杠杆的扩张 然后 这个扩张导致 债务 迅速扩张 不是算数级扩张 不是扩张百分之十几 是十倍 然后形成严重的资产泡沫 然后 在资产泡沫 接近疯狂的时候 强制性要求 你的汇率 你的汇率提升 然后 他从你的资产市场 主策退出 你问我 债务扩张 扩张谁 当然是社会资本了 当然日本很可怜 扩张的 不光是社会资本 也包括财法的资本 当然以社会资本为主 以机构和个人为主 迅速扩张之后 就是居民加杠杆 老百姓开始 买一切 买股票 买买楼借钱 反正总之借钱非常容易 借了一大堆钱 全部买完 买完以后破灭 破灭以后呢 老百姓 很麻烦 这个时候怎么办 一个负责的政府 就必须 把老百姓的 社会负债背起来 这就是日本今天 政府负债超过 250%的原因 日本 是美国允许他 政府这样玩的 所以他可以玩 换其他国家 必须解体 不知道是否能收到 又开始 又开始收钱 就一讲到 关键时候就不行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吧 那么我就不讲 那么复杂的 经济学逻辑了 我只是说 抽取社会资本 然后让你国家资本 进入进行补贴 而国家资本 实际上 可以进一步抽取 但由于日本是一个 天降控制的经济体 所以不需要 进一步抽取 日本会成为美元的定期的 因为日元和美元形成翘翘板 美元和日元可以进行定期的充值 和定期的处理 就是廉价的日元 会成为美元危机的管控机制 所以就出现了杜鞭太太这样的神奇的现象 日本就失去了30年 如果以85年纪 日本已经失去38年 我相信 和天之南 会有所表现吧 就是日本经过 经过这个岸田之后 他们可能在进行某种准备 他们的准备和中国的准备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不敢打反击的 但是他们在挡美国出问题 实际上 日本现在准备的是比较扎实的 我认为 被刺 由日本人来进行被刺 有可能性 但我不敢高看日本的胆量 事实上 发起反击的还是我国 我们终于开始 假合者了 假合者的这次反击 意味着通货膨胀 将正式开始 我们开始输出 因为假合者 不是商品贸易战是价格战 将开启 因为中国玩假合者 全世界都会开始玩了 那么就是 开启1929年模式 挺有意思的 当然说这个话好像有点残忍 因为我们在讲 今天触碰一下子 或者知识点触碰一下子 这个字的流转的问题 就是他通过 社会 他通过资本进入 社会负债的扩张 导致资产价格扩张 社会负债的 社会资产 资产泡沫破灭 社会负债 出现严重问题之后 老百姓呢 会变得激愤 会变得造反 会变得对政权构成攻击 当然了 日本是一个特殊的国家 日本没有出现 这样的情况 他只是 衰退了整整38年 那么他用的这个方法呢 我们都熟悉了 这个套路我们熟悉了 今天呢 我一再强调 要所有的平台上的朋友 一定要仔细记录过往 2009年 2008年开始吧 因为2008年 我参加凤凰卫视 那个专访 那期节目非常重要 上面有两个投行的 还有主持人 还有什么 当时实际上 在那个采访的现场 就有人提出了 有人在那个现场 就已经提出了 这整套的方案 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 大体也是这样 就是实际上 我们房地产呢 吸干了社会资本 将相当部分 没有吸干吧 将相当大的 主要是中产阶级的 主要是中产阶级 新兴中产阶级的 社会资本全部 吸入房地产了 也将一部分的 商业资本 也是属于社会性的 商业资本 吸入了房地产 只是我们还有 强大的国家资本 另外还有一些 非中产阶级的 社会资本 正在慢慢的成长 所以我们的情况 要比日本的情况 略好一些 这个问题的认识呢 确实是非常的 复杂和艰难 虽然我写 香港的超级帝都 已经25年了 但这是我个人的问题了 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好 知识点到这儿为止 我们进入到 今天的主题之中 我们说 耶伦的西别之旅 是因为耶伦 最了解 美国发生的事情 那么美国现在 在做什么 它即将 会去到哪里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今天的第一段 题目是 美国的危机到了 美国的危机到了 那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我想说的是 美国经过 十次加息之后 它所有的目的 都没有达到 所有的 不是有的达到 有的没达到 是所有的目的 都没有达到 已经十次加息了 我简单的 做一点点梳理 我这信号是 十次加息的目的是什么 十次加息的目的 第一个目的 也是天天挂在嘴上的 就是压通胀 这是一个名义的目的 它不是真实目的 压通胀 压通胀压成没有 就有一点效果 但制造了 未来更大的通胀 为什么呢 因为 它在压通胀的时候 就是十次加息导致 美元资本回流 美元资本回流 回流到哪里 那一部分 比如5.9万亿 可以挂起来 还有一部分 就进入到 美国的资产市场 和商品市场 对吧 资产市场涨了 也意味着老百姓 收入多吗 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 最有趣的事情是 原本的压制通胀的操作 今天看来 整个在资本流转过程中 并不能将它 全部 有序的脱离资产市场 和商品市场 就是将它冻结在一个池子里面 这件事情做不到 做不到以后 其实在酝酿 更为猛烈的通胀膨胀 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在过去的历史中 反复出现过 就是美国的金融管控者 或者是机构 并没有能力将如此庞大的美元流动性 锁死 或者沉没于一个特定的池子里面 或者一块海面上面 不可以 资本涌入必然导致膨胀 第二个目的 就是打残制造业 打残制造业 其实制造业的重点就在东亚 主要是中日韩台 打残制造业 加了十四期 有没有打残制造业呢 我们看到韩国已经是连续 八个月了吧 连续八个月的逆差了 日本的情况也比较惨淡 中国的情况 比日韩台略好 但问题也很大 虽然问题也很大 但是不至于到残的程度 就是打痛而未残 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制造业如果不能打残 那么美国此次十四加息 就无法制造他所要的 他所要的恶性的经济危机 导致资本的回流 我们有没有钱回流美国 初步断定是三万亿到五万亿 其中三万亿可能已经过去了 其中还有两万亿可能外汇外挂 这两天美国人也在讨论中国的非 非结算的外汇部分 他们认为是三万亿 跟我的计算有一万亿的差异 我认为呢 我们外挂了两万 他认为你外挂了三万 就是中国现在有六万亿外汇 三万亿在外观区还有三万亿 在哪哪哪哪哪 我认为是我们走了三万亿 外出三万亿 两万亿外挂 这是我的账 当然了 我也不能说我的看法就一定是准确的 但我不太同意他们的看法 所有东西都具有两面性 我们的外挂外汇呢 对我们而言 我们有很忧虑这笔外挂外汇 两个问题 一个是会不会成为走资通道 第二个问题是是否存在他持有资产的高风险 我们我们担心是一个是通道问题 一个是风险问题 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呢 这是中国的一个空谈工具 既可以控制人民币的汇率 同时也可以操纵美国资产价格 他也很担心 我很担心 他们也很担心 你就不知道人民群众你们是否担心 我说了大而未惨 第一通胀的目的无法实现 第二对制造业整体打击 大而未惨 打痛了没有 看看韩国就知道很痛 但未惨 第三个目的 就是强美元 因为作为一个周期性收割的过程 必须是强美元 然后弱美元 完成一个强味转换的过程 强美元必须见到 强美元的标志不是美元指数上的哪里 现在日本已经很配合了 都快跌到 我又骂人了 不好意思啊 以后不骂人了 都快跌到150了 但美元指数还在那抬怀 它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其他国家或者是全球 并没出现他们希望出现的经济危机 有通缩 有困难 但没有危机 没有危机 就意味着你没有出现资产价格的大负责 商品的原价 就是一言之 中国现在无法向美国提供优质廉价的资产 或者是并未能提供他们希望的那种近乎于白送的商品价格 就是向他输出 向美国输出通货紧缩 我们输入通货膨胀 这件事情 它没有发生 也就是说抢美元 这个概念是个虚妄的 十次加息 没有达到 所以决定七月份再来一次 或者九月份再来一次 再来两次 能行吗 我准确的告诉你 副个人的告诉你 美息 那再加下去 加到六 就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美国的政府 美国财政部是否可承受 32万亿 32万亿 在经历了12个月之后 70%的美国国债已经转换成高息了 70%是高息 六 意味着美国国债 在这个财政年度 美国国债不还本 支付息就已经超过美国军费 8000亿了 美国是否可承受 美国政府是否可承受 第一 第二 美国经济体系 包括个人 包括机构 是否可承受超过6%的利率水平 我个人认为 超过6% 意味着美国的资产价格的崩溃 包括动产和不动产 动产 包括内债 美股不动产 包括美国的房地产 将诱发全面的崩溃 结论 非常明确 就是美国的危机到了 如不加息 美国的资本市场会出现迅猛的回调 如加两次息 美国的个人和机构 承担负债的极限就到了 美国政府承担负债的极限也到了 这是一个进一忧退一忧的难题 很遗憾 以前的通货膨胀呢 主要是表达于一般商品通胀 现在这个通胀已经硬化 硬化为资产通胀了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这个通胀一旦硬化或者刚化 那么就意味着美国的收入结构必须进行硬化和刚化 实际上美国工资的提升在短短十年之内 主要是指底层的工资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水平 回不去了 很少有人理解 这个的刚化意味着深度气工业化 什么叫深度气工业化 以工资为代表的所有的要素价格 包括土地价格 包括工资价格 包括其他的要素价格 全部贵了 要素价格堂贵 只能带来深度气工业化 美国想再工业化 基本上要做的事情就我说的这两条薛芳和军田 薛芳和军田不做 玩金融游戏 只能是反向深度气工业化 这是他第二个效果 通胀刚化 一是通胀刚化 二是深度气工业化 第三 他将反识政权 没有了 没有了工业 没有了足够提供税收的工业 那么他就必须的吃财政 也就是吃过债 你知道一个吃国债 国债不断的去用通过借债来提供财政支出的国家 这个对政府的反识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 这个后果 其实在美国处理其他国家问题的时候 他就应该意识到 这才是他的资产负债表赛费 反识政府是他的后果的第三个后果 第四个 我们必须看到支撑美国资本市场的七朵金花就要卸了 七朵金花就要卸了 意思是美国资产泡沫的临界点到了 就是美国的股市和楼市的临界点到了 有朋友跟我说美国现在是牛市的起点 还有牛市能不能正常一点 能不能看一看美国整体上的 美国上市企业整体上的股东权益 是什么状况 他们的2023年能提供的回报 如果你懂或者是你看一下美国的房地产可以提供的收益的水平 如果你真的懂的话 你应该知道临界点到了 再涨一倍 没机会了 涨个10% 那倒有可能 美国的危机到了 他解决美国危机的方法 现在看来柔性的方法 就是这种金融突击的方法 用在中国身上不太周效 也不能说天降组一点都不努力 但我们的结果刚才说了三个结构 第一 教员是革命建立起来这个国家 它的体系就不一样 我们经过区商的争点没有财阀 第二 我们国有资本非常强大 这东西可以跟海外金融资本行动对冲 甚至某种收入行动对攻 你这不太好玩 不像在日本那么容易 第三 中国有一大堆的民间的左翼的社会主义的思考者 他们不接受这一套 不接受新殖民主义的资本殖民这一套 不接受啊 所以你看到 虽然我们在主流媒体上 把美国的接用人吹得昏天黑地 甚至将一些胡闹的 或者是专门来害我们 误导我们的经济学家 经济专家 弄得像个半神似的 妖魔鬼怪的 但你看我过老百姓怎样 我过老百姓包括对冲人的看法 你看怎样 非常的负面 我们老百姓并不进行偶像崇拜 那些曾经在中国主流媒体上风光无限的经济学家和经济专家 今日如何老百姓不买账啊 所以我们再重复 我国是教员图改 是教员通过薛帆和军前建议国家 我们虽有小财阀 有个别财阀吧 但远非日本那种财阀垄断的政治和经济的状况 远非 第二 我们国有资本非常强大 第三 民间思考者 思考的深度一点也不亚于 彼岸的经济学家 这是日本1985年和90年 你今天翻译他所有资料你看不到的 没有不同声音 甚至没有像样的思考 思考是平成天皇退位之后 平成战败结束之后 日本人才在深刻反思 他们一直跪着的 但中国真的就一大批的思考者 他们不跪的 虽然这些人可能被边缘 但是我们感谢这个互联网的时代 感谢这个互联网的时代 可以给声音 不同的声音 以渠道 以传播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达成某些阶层的共识 这非常重要 好 关于美国的危机到了 我就说这么多 第二个部分 我想说一下中国的定力和耐力 我对我国这一代的领导人 给予很高的评价 特别是对于这一届的政府 二十大之后的这些政府 给予极高的评价 他们确实有足够的定力 也表达出韧性和耐力 这就非常好 所以一轮来我看完以后 我心里面是踏实的 我说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 我是个军迷 可能是个超级军迷 我研究战争 研究的叫做古今中外的战争 我都很喜欢 军事上我不能是专家 但我多少了解一点 所以我这样给结论吧 在军事上 2023年下半年的中国 已经具备了反讹诈的能力 就是我们可以不在乎你的军事讹诈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美国人敲打日本 主要是用军事讹诈 这一点我们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突然想到 为什么美国人很想跟我们进行 国防部长通话 为什么我们选了李部长 为什么李部长是航天的 这太妙了 这真的很好 第二 中国在政治上高度稳定 好多人呢 特别是海外的人呢 对这个事情有很大的意见 但我的看法是非常坚定的 政治上的统一 集中和高度稳定 是阻止颜色革命的 最好的方法 现在全世界 你看看法国 作为革命老去 也被人颜色革命了 你这也太 怎么说好呢 而且还有传染性 现在传到欧洲各个地方 严格在我国 八九之后 经历了历次的波动 到今天 我国从领导到人民群众 对此都有着比较深刻 深刻的认识 意思是 在中国搞严格 不太好搞 今天呢 特别是 看完小岛 2019年黑衣风暴之后 我国的青年 脑子清楚的很 清楚的很 想玩 法国内靠 玩不动 玩不动 好 第二条 政治上没有问题 军事上没有问题 政治上没有问题 第三个 我想说一下经济上的 经济上 我国正在进行三重整合 这个整合难度是比较高的 而且正在过程中 所以我们经济上 表达出来是比较弱的 这个弱呢 当然有智力上的原因 也有呢 我们在学历上面的一些问题 需要讨论 学历上的问题 今天不讨论啊 因为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讲了好多道理 因为大家熟悉 超级地租论论 熟悉我们关于 直接水的建议 等等吧 所以学历不讨论 三重整合 第一重 最难的地方就是 我们现在正处于 地租经济 向数字经济 转型的最困难的时候 因为现在地产很弱 数字经济没起来 地租经济 一旦弱下来以后 就表达为一种通缩状态 这个转换周期的时候 耗散结构嘛 需要有能量损失 这个能量的正程转换过程 需要极高的指挥 我们也一再提了各种建议 有些听进去 有些听进去 最主要的是在学历上 我们太多的经济学家 和经济专家 坏头了 就是他们非要把孤论 当成中国的国论 很讨厌 但也不是全是坏消息 在我们的转型过程中 我们的地产 虽然弱下来 但是我们的机电产品 形成了整体突破 其代表就是电动车 还不止电动车 其实我国的是全方位的 机电产品 全方位出破 这个电动车 比较耀眼而已 所以它在整个的 转型过程中 我们还需要经历一个 时间的转型 我看地租经济 向数字经济转型 至少需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对 整个经济转型之中 经历的这个过程 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是第一种整合 第二种整合 我国正在修复全产业链 我们因为成龙换链 由于错误的安排 我们在去低端设计 去中端 我们为了向地租转型 把中基端给废了 现在思想转回来了 我们现在正在修复 全产业链 就是中基端 我们向高端进发 但不放弃中基端 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乡村建设 乡村振兴的部分 这里边我就不细说了 因为时间差不多到 经济完成三种种和的 第一个整合 是地租经济下属经济 第二个整合 是修复全产业链 第三个 是以圈存代替 去中国化 以圈存经济 就是中俄经济一体化 中国中亚经济一体化 中国中东经济一体化 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 将来会有 中国中非经济一体化 中非经济一体化 中拉经济一体化 中国东亚经济一体化 中国南亚经济一体化 我们用一个一个的圈存 不断的强化 来代替美国的去中国化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能要付出一些代价 比如说我们 可能海外的 离岸的负债会增加 人民币 这个汇率会有些波动 但这都是小问题 这都不是什么 了不起的大问题 因为如果我的判断是准确的话 我们离岸的部分 美元有两万亿美元 那么离岸的人币 可以放到多少呢 可以放到十万亿人币 没有问题 事实上 我国给的额度是5.9万亿 打互换的额度 加上我国两万亿 在海外漂浮 那么我们现在大概 极限值也就是八万亿 实际使用值 大概在五万亿左右 完全是安全状况 所以不用担心 休要担心 少要害怕 没问题的 我说几句展望未来的话 其实我们注意到 中美之间正在进入到白日化状态 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经济关系 没有得到有效修复 正在进入白日化 我们实际上依然处在首饰 并没有主动出席 虽然假和者的事情 我们表达了前一场 但是全面的反击并未开始 我们和日本一样在耐心的等待 涨到未来 那么我个人认为美国的经济 无法完成 美国现有的经济 以现在的姿势 无法跨越 2023年10月到2024年9月份 无法跨越下一个年度的 下一个财政年度的 就是现有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 都无法跨越到下一个财政年度 也就是说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 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有一个了结 所以我今天的夜轮系列 就是里面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危机到了 我觉得我们期待 期待已久的那个状况 我们一直在忍耐和定义的那个状况 时间不需要太久了 所以中国经济的第一步 基本上也即将完成底部的构建 并且开始走出地步 时间我不敢说呀 因为现在实际上 整个社会情绪非常负面 我个人的希望 希望9月30号 就是美国的财政年度的年节 就是今年的这个年度 夜轮的这个年节做完了以后呢 美国呢 知道他们怎样了 或者是整个这个世界 会进入到一个状况 我在这儿 只想提一下 我给国家的建议 讲给我亲爱的朋友们听 我给中国的建议 第一 希望尽快将中国的人民币定价 离开一揽子货币 中国人民币的定价 唯一的定价的毛 英式工业用电的定价 此时中国的用电的定价 约略是每千瓦时 0.5元 我希望这个价格给它定下来 25%的波动 这才是对美国最重要的反击 第二 建立国家储备委员会 开始建立中国全方位的战略储备 这个战略储备的规模 应高达3万亿美元 其中包括黄金储备 1万充 建立海外资产管理委员会 我们离岸人民币太多了 离岸人民币必然形成离岸的中国资产 离岸资产必须由专门的委员会进行管理 这个离岸资产的管理 现在分散了 有一部分在外管局 有一部分在国资委 大部分民间的东西是没有人管的 个人的东西更没有人管 希望建立海外资产管理委员会 为国家的社会的和个人的提供国家的保障 第三 请一定坚立不移的开启 直接立法 为什么就不说了 第四 请尽快确立人民币交易结算法案 好了 今天就谈这么多